钻石级绿叶 吴梦达 纵观吴梦达的演艺生涯 他几乎全以陪衬身份出现 从不务正业的老爸 到颓废无能的二叔 几乎演变了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以其思思入扣 不留痕迹的表演方式 稳坐搞笑男二号的交易 是为数不多靠演配角 而红到这种地步的明星 和星爷合作了半辈子的达叔 却在和刘德华合作的天若有情理 获得了第十届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吴梦达其实早在星爷作龙套时 就已出人头皮 当年他在正少秋版的丑牛乡里 扮演胡铁花 这部剧使其一举成名 俘获大量粉丝 达叔和发哥是无限演员训练班的同学 更是多年好友 当年达叔年轻无知欠下去债 找发哥借钱时 发哥却让他自己解决 但同时却又通过关系来给老友介绍工作 让他的事业逐步回到正轨 后来发哥说 当时借他钱才是害了他 达叔的演技是无忧置疑的 无论是你很毒辣 心酸无奈 又或是霸气外度 都能刻画的弱母三分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 还是这种一脸坏笑 亲切无比的大叔